男孩忽然意识到后妈在他的粥里下了毒 他小心地用鼻子闻了闻 果然味道有些不对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小黑赶紧将白粥倒入河里 接着便打电话约朋友在二仙桥下面的河边见面 随后小黑就来到楼下将碗筷拿给了后妈 并且还对后妈说白粥很好喝 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后妈问他要去哪里 于是小黑便谎称自己要去学校补课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后妈却又突然叫住他 原来后妈发现小黑的书包在滴水 他想帮小黑擦干净 小黑见状连忙阻止 并表示这种小问题自己会处理 说完便慌忙地转身离开 然而就在后妈蹲下身准备擦拭地板时 却发现地板上的并不是水 这时后妈似乎知道了什么 很快小黑就找到了朋友苏珊 她把对后妈的猜疑全都说了出来 可苏珊听后却认为是小黑想多了 虽然是后妈 但也不至于下毒杀害小黑 不管苏珊怎么劝说 小黑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她想请苏珊帮忙 把白舟送去检测机构检测是否有毒 这样她就可以拿到证据去告发后妈 苏珊听后一口拒绝 结果在推嗓间苏珊一不小心将白舟打翻在地 小黑见状 立马就开始辱骂苏珊 小黑的行为彻底吓跑了苏珊 晚上一家人都在吃饭 可唯独小黑一直在盯着后妈 没错 她担心后妈在她的饭菜里下毒 这时她突然提出要和父亲换着吃 并表示自己不喜欢吃肥肉 只喜欢吃瘦肉 听到这话 后妈终于忍不了了 她生气地表示 给你做的是七分数 而你父亲喜欢吃三分数的 后妈认为小黑无理取闹 这明显是在针对她 父亲让小黑不要闹 小黑健壮 立马又将自己的饭拿了回来 并表示自己要回到房间吃 说着她就来到厨房 将饭菜装进袋子里 原来她要去检测机构检测 来证明后妈在她饭菜里下药 父亲想上前阻止 可却被小黑一把推开 下一秒 小黑就拿起刀子 警告父亲不要靠近 小黑之所以这么反胆后妈 这全都是因为后妈 来到这个家太过蹊跷 原来在一个月前 小黑的亲生母亲突然病倒 经过医生检查 母亲患上了癌症 如今已经到了晚期 最多还能活半年时间 于是父亲花重金 请了一名护工来照顾母亲 但每次护工都会把窗帘拉得死死的 小黑看到后虽然有些疑惑 但她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没几天 原本还可以活半年的母亲 没想到却毫无征兆地死去 小黑隐约能感觉到 母亲的死一定和护工有关 但她又拿不出证据来证明 很快一家人就为母亲举办了葬礼 面对母亲的离去 小黑无比地心痛 这时她突然发现 护工不仅不伤心 反而还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下她更加确定护工有问题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护工在车里亲热 小黑一时不敢接受 没想到父亲倒也坦然 或许也是出于对孩子们的尊重 第二天 父亲就将自己和护工在一起的事情 告诉了小黑和弟弟 小黑听后一言不发 而弟弟则表示尊重父亲的选择 就这样护工摇身一变 成为了小黑和弟弟的后妈 每天看着这个陌生女人在家里 小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随后小黑就把好友苏珊约了出来 她把对女人的怀疑和不满告诉了苏珊 她总感觉女人有问题 但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 经过苏珊的一番开导 小黑也这才意识到 或许自己真的错怪了女人 于是晚餐时 小黑主动向女人示好 这就是 很棒 我很幸福 尴尬的气氛一下缓和了很多 随后女人就讲起了自己的过往 原来女人从小就是孤儿 她的父母在她五岁时就都不在了 小黑这才知道女人是如此可怜 然而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狗叫声 原来是到了遛狗的时间 小黑刚要起身 这时女人却叫住她 女人表示遛狗的事交给她就可以 然而就在小黑和弟弟收拾厨房时 突然小黑的胃疼了一下 还没等父亲反应过来 只听外面突然又传来一声惨叫 三人赶紧冲出去查看 没想到 小黑心爱的狗狗竟然死了 女人趁是狗狗发疯跑到路中间 结果一下就被车撞死了 女人在不停地道歉 可小黑却感觉女人在撒谎 直觉告诉她 狗狗就是女人害死的 突然小黑的胃又开始疼痛 父亲见状赶紧将她送去医院 可经过医生一番检查后发现 小黑的身体非常健康 小黑不相信没有问题 自己明明刚才疼得要死 怎么会什么都查不出来呢 小黑认为一定是女人在饭菜里下了药 随即她就和父亲吵了起来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女人有问题 但小黑一直相信自己的直觉 很快她就想到了揭穿女人的方法 回到家后 只见她将女人做的饭菜 全部装进袋子里 她打算把饭菜送去检测机构检测 来证明女人在饭菜里下了药 父亲认为小黑一定是疯了 小黑拿起刀威胁父亲不要靠近 此时一旁的弟弟表示 女人不可能在饭菜里下药 可小黑根本听不进去 她是个杀人 第一个妈妈 然后我 然后我 然后你 紧接着 她就跑到了女人的房间 将房门反锁后 她发疯般地四处翻找女人下毒的证据 父亲见状直接撞开了房门 只见小黑再次举刀威胁父亲不要靠近 父亲极力地在试图安慰小黑 然而当小黑看到女人后 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 随后赶来的警察就将小黑带来 就这样 小黑因故意杀人罪入狱 为了拯救小黑 父亲不惜花重金请律师来为儿子脱罪 律师表示只要小黑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 那么他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 可小黑听后打死也不愿承认 这时弟弟走了进来 弟弟哭着劝说小黑 一定要听律师的安排 不然下辈子只能在监狱里度过 没办法 小黑只好听同律师的建议 于是在父亲和女人的帮助下 小黑这才没有吃牢饭 不过他也因此被送去了精神病院治疗 一个月后 女人来到精神病院看望小黑 并且还给他带来一些坏消息 他哭着告诉小黑 你的父亲在和我度蜜月十一外去世 而你的弟弟也因为出了车祸 如今躺在床上也成了植物人 听到这话小黑彻底坐不住了 im准 arguably一个不是 我必须住我父亲 我領ch来 我点你 聽到他 你需要说我父亲 就是 我我必须乱 فيinen ok refreshing 不要高度 你 你不放心 我bl10 我都怕我 ש 时 很 sta 迅上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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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